中国新一轮的新冠疫情持续恶化 昨天新增了16412宗的本土感染病例 创下单日最高确诊记录 其中有80%的病例都是来自经济重症上海 当地在昨天完成新一轮的全市核酸检测之后 昨天的新增确诊者首次破万 达到了13354宗 连日四天创新高 根据路透社的报道 上海市政府副秘书长顾鸿辉表示 Omicron变种病毒传播速度很快 隐秘性很强 上海的疫情依然处在高位运行 形势非常严峻 因此上海会继续实施风控管理 除了因病就医之外 严格落实足不出户 另外为了提升核酸检测能力 全国15个省市已经派出了 大约38000名的医务人员 石原上海 分别负责核酸采样 实验室检测 以及承担方舱医院的医疗任务 疫情升温 大批上海民众在烈日下 配合市政府的全市筛检计划 保持一米的人身距离 排队等待接受核酸检测 截至今早8点上海全市共采样了2566万5000人 目前已经完成1925000管的检测 其余样本还在检测当中 随着确诊人数增加导致医院床位告急 上海市政府扩充了一批市级定点医院 并新建投用了一批方舱医院 新增了近48000张的床位 另外还有3万张床位也即将投入使用 方舱医院非常宽敞 且拥有完善的基础设施 可以让患者安心隔离 把病人通道跟医务人员通道彻底分开 进去的首先是清洁的 出来要经过严格的消杀 出来以后也是变成清洁的 此外各区也在积极选取 符合防疫条件的宾馆酒店 体育场等等场所 作为临时中转管理点 以提高采样样本的转运效率